欸不知道Neko 我可以帮妳說書 說一集 Neko會說吧 還是她看完她說 我心情為什麼還好 那Neko 就發一支影片 批評這本書 然後我再去跟你直播 對罵 像陳寗那樣 Neko你可以說 實話我真的不介意 好喔 得到作者全力支持 今天我就解開束縛 重生吧Neko 我還你願心 嗨我是Neko無喵 如果你還沒按下訂閱的話 再給按下訂閱喔 哈囉大家好我是Neko無喵 歡迎回來這個星期的 說書時間 有沒有覺得最近網紅出出的現象 可以說是雨後春筍一般 咚咚咚咚咚的在市面上不斷出現 其實我覺得 它就跟周邊商品一樣 是一種粉絲福利品的感覺 前一陣子我在IG上分享了 Peter Su的文字 甚至有小貓特地私訊我 要我不要分享他的文章 這位小貓覺得 他的文字很空洞 而且很沒有內容 恩 基本上啦 這就是我看 所有網紅書籍的第一印象 這些文字並不是要服務大眾的 而是粉絲取向 Peter Su的文字 如果不配上他的照片 就像乾麵沒有放肉燥 披薩掃了起司 麥當勞炸雞去了皮 嚴格說起來 我自己也不是他的死忠鐵粉 我比較像是用 經營者學習的立場去敬佩他 怎麼能把包裝這件事情做得這麼好 泰拉對我來說也是這樣的一個創作者 人生走來誰不辛苦 誰的背後沒有一個個可歌可泣的故事 換了誰的立場來講故事 都是必然有一段什麼什麼可以說說 但是 泰拉把自己從小到大 包含被拓出櫃啊 暗戀直男啊 同志結婚啊 一路走到30歲 自己打拼起自己的事業 以及他怎麼面對網紅這樣一個的身份感想 全部融在這本書裡面 一五一十了 老實交代了 身為一個粉絲 我只想說 下次可以出寫真集嗎 反正都拍了一千多張照片了 不用不是很可惜嗎 面對這世界的惡意 我也活得毫不客氣 吻合了很多我判定是雷書的基本條件 包含標題用手寫字 內容大量的照片充數 滿滿的個人價值觀 與印俱全 但唯一可取之處是 泰拉不會踩著別人顯示自己的尊貴 書中寫了很多都是他自己的想法 和面對事情的看法 沒有比較對錯的問題 也沒有要求別人一定要接受 讓這本書真的就是他自己的 個人成長日記 面對這樣類型的書籍 我比較沒有辦法給予太多的個人意見 他就像一加一一樣 真的太簡單 我也不知道從何說起 而且我也沒有什麼好批評的啊 頂多我覺得他真的把自己活成皇后 有的時候太刻意放大世界的惡意 不見得自己全然無錯 只是我老公說我也有這方面的毛病就是了 自己的缺點真的很難自己發現 但也可能就是這樣吧 我就少了他這一分理直氣壯的氣力 所以在這本書裡面我完全找不到共鳴 我跟泰拉毫無共通點 除了都是創作者以外 連生理性別都不一樣 我相信所有的異性都很難想像 出軌要面臨的壓力和恐懼有多大 曾經我只是試探性的問問我媽 如果我喜歡的是女孩子 她會作何感想 我永遠忘不掉她回我說 不好吧 那個尷尬和扭曲的五官 更何況我只是試探性的問問喔 讓她知道那個時候我有很多男生追 然後我也是很厭煩想甩掉他們 才故意說我要跟女孩子在一起 在不擔心女兒真的會愛上同性的前提之下 依然不太能夠接受這種概念 這就是泰拉從小到面對的世界 書中有不少篇幅在描述 怎麼樣處理人際關係和凡人的長輩 泰拉在自己的頻道上 每次談到小時候的故事 那些用年紀和身份就想欺負人的親戚 即便都是歡樂啊笑笑的帶過 但私底下受到的委屈真的也不少 現在她如果真的受到委屈了 也一定會笑著頂回去 我想這也是讓她成為年輕人偶像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關鍵吧 誰沒有叛逆的心呢 跟家人相處不舒服 跟父母相處有問題 這樣的群眾大有人在 某種層面上泰拉的身份 營造出了反叛的形象 最後還抗戰成功 得到父親的諒解 婚姻幸福美滿 真的是宛如童話故事一樣 我只能說她真的很幸運 認識了對的人也進入了對的大學 跟著對的夥伴合體 一起踏入了YouTube圈 最後成就了泰拉 我還記得剛開始注意到 瘋女人這個團體的時候 唯一喜歡的就是泰拉 我覺得她是這三個人裡面 講話最一針見血 而且句句都是關鍵的 當然也有一部分是因為 Apple的笑聲真的太尖銳了 屬於耳機不友善的影片類型 忘了在哪裡看到 是Apple推著這個團體往前進的 當時想了想 也對 畢竟泰拉的主業是浮游設計 剛開始在創業的時候 心思可能沒有放太多在社群經營上 那隨著浮游設計越來越穩定 就一點一滴的看著泰拉和瘋女人 就越來越商業化了 雖然這個世界充滿了惡意 但面對某些特定身份和團體的人 我覺得善意也不小了 幸運一定要搭配努力才能有成績 泰拉就是又幸運又努力的一個代表人物 多數人就是卡在努力了一輩子 但不見得很幸運 所以才要不客氣吧 我想 因為這本書的TA很明顯是針對大學生 我覺得太快被梳理的京劇感動之前 可能要先認清楚自己的立場 是不是完全跟作者一樣 在完全複製貼上那些 氣質看起來像張曼玉 發瘋起來像苗可莉的行為之前 不要忘記泰拉現在 是個有能力保護自己的人 復仇從來都不急於一時 你可以等將來紅了 才在自己的頻道上公諸於世 那我想你家就是 討人家親親應該有更多 跟我一樣 討人家是戰神 討人家是戰神 哎呀開玩笑的啦 哈哈哈哈 畢竟我是從泰拉還沒破10萬之前 就一直在追蹤她的小觀眾 對於我來說 書中很多的故事 多少聽到她提到過 所以比較像是補充說明的感覺 如果你不是她的粉絲 強烈建議你先去書局翻翻看 或者去她的頻道看看 感受一下她的個人魅力 再決定要不要買這一本 文筆很像有聲書的書籍 字字句句都有泰拉風格 對於長期有閱讀習慣的我來說 這本書要講的概念 真的有一點太淺 對我來說啦 就像大多數的網紅書籍一樣 我不會把它放在心理勵志類型 更像是見證一個人 完成了一個自己的心願清單 我有的就是敬佩的心情而已 要寫書真的不是一件 這麼簡單的事情 更何況又是寫自己的故事 好不容易從那個環境中走出來了 在寫書的過程中 又要把自己拉回去 至少對於我來說 我還沒有那個勇氣去面對那一堆破事 出書真的要很有勇氣 而且還賺不到什麼錢 想不開才會寫書類 太不吻合時間效益了 現在願意出書的人 真的都是在做功德啊 最後喜歡我的影片 請用訂閱代替掌聲 或者在下方幫我按個喜歡 心有餘力 歡迎使用加入按鈕一個月 75塊錢支持我 繼續在這裡 每個星期分享一本好書給你 我會非常感謝你的 我們就下一支說書時間再見囉 大家拜拜 如果要寫書的話 我會比較想要寫小說 就是把道理跟傷痛藏在小說的故事裡面 現在大家都懶得看書 我想暗喻那些我討厭的人 也比較不會被看到吧